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嗯 那这个月又到了一个新的主题哦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要谈论的是 装佛艺术 那装佛的衣室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工艺呢 我们今天重金礼聘千里雕条 邀请到一位非常厉害的七线雕老师 你不要看他的经历就十几年 他其实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年轻 是看起来还是实际的年龄 他现在就是很开心的傻笑着 好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位老师的经历 他其实从事就是 七线雕已经十多年了 那在2011年的时候呢 有入选过就是 辅尘美展的传统工艺 哦 不止2011 2011 2012 是辅尘美展的传统工艺类的佳作 那在2013年呢 他获辅尘美展传统工艺的 七线描金五龙图 获得了首奖 然后呢 在2021年 在辅尘美展传统工艺类又获得了第二名 同时他在那一年也是台南市辅尘传统艺术学会的第八届理事 那在2018年成立了巧艺七线访工作室 然后他也曾经在台南大学担任过就是七线工艺的授课老师 反正呢 就是在台南只要有七线相关的工作方或者是作品呢 他都可以独占凹头这样子 好 其他部分我们就让老师来自我介绍好了 那我们请黄湘明老师 嗨 大家好 我是黄湘明 那可不可以请湘明老师就是跟我们说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装佛 装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装佛其实传统神像雕刻就是装置工艺 然后木头与漆的结合 其实里面也包含说道教的科医啊 通常雕刻神尊的师傅多多少少都有学过一些科医啊 等一下等一下 老师 那你说木头 你说装饰工艺是木头跟七线的结合 木头是一般的木头吗 就是神像雕刻完之后 所要做上去线条 或者一些安精彩绘那些都算七线的部分 哦 那个木头指的是就是已经雕刻处理好的木头 对啊 然后你们的术语就是叫木头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我们我们就是会认为说 它是雕刻好的木座神像是这个意思吗 木座神像 对啊 因为你说木头跟七线的结合 其实不管是什么木头啦 嗯 不管是雕刻好的木头吗 雕刻好的木头 或者是已经经过打磨处理过的木头 哦 就是有处理过的木艺品 木头做的工艺品就对了 那那个七线呢 七线是什么 七线就是比如说彩绘那些都是七线 或者是上油漆那个都是算七线的部分 所以木头上面所上的油漆或者是彩绘那些都是属于七线的部分 哦 所以就是变成两种的结合 七线指的就是油漆艺术类似这样 对 哦 公益 另外一种公益 哦 那您说的那个什么道教科仪 所谓的科仪是指科学仪式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开服啊 路神啊 开光点眼 请神仪式那些都是 或者是什么压杀那些 对 那上小法那个算科仪吗 那也是科仪啊 就是科仪的一部分 好哦 所以您 您这边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要装否的话多少也要懂这些道教科仪 通常都会学一些 因为客人会需求说 我要那个路神啊 或者 然后有些不会的他会请说 那您就是请外面的法师来做科仪的部分 因为不一定有些 那个雕刻师他也要去碰这一个区块 他会觉得那我这个区块就是让别人去做 让专业的去做 然后就是雕刻老师就是 专门就是做艺术的部分 对 要喝神像的部分 庄否也是吗 对 对 庄否也是 所以那个庄其实是动词 就是帮那个佛像 专专业装饰的意思 哇 好 那所以老师这边做的就是比较属于 皮面的部分 皮面 对 皮面 皮面就是人皮的皮 然后面是面子的面 皮面的部分是什么呢 皮面其实就是木头以外所制作上去的过程 这个都是属于是皮面 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的步骤 刚开始我们要做土底啊 也要磨砂纸啊 然后七线雕 鞍金 彩绘 这些 其实认为每项工法里面 项目里面都有好几种的做法 哦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算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跟现代的做法 都有不同的方式 传统的做法是指 比如说我们黄土漆跟油漆 嗯哼 就是油漆底的话 嗯 就是黄土 黄土底是算比较传统的做法 直接上油漆底漆的话 算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直接上黄土或油漆就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啊黄土是什么 黄色的土吗 不是就是黄土是比 你用台语讲的是黄土吗 黄土对 就是黄土 黄土就是会有粘展性吗 那个黄土是有粘展性的黄土 对有 嗯哼 然后就要经过黄土里面 其实就加那个动物胶啊 嗯哼 然后白胶 然后下去搅拌 然后加水下去调比例 就调一个有粘稠性的比例 对 然后调的好坏 也跟之后磨砂子也有所关联 嗯哼 那他批那个黄土在那个 雕好的那个木头神像上面的意思是什么 是有什么作用 他只是要 主要是要把木头上面的那个毛细孔给覆盖住 这样才有办法再做其他的过程 不然否则你在上漆的时候其他的漆 木头会把颜料又把它吸附进去 哦是这样哦 所以他就是让他毛细孔平了 然后不能呼吸就固定他的表皮就对了 对 然后让他可以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平面 那你刚刚说就是黄土那个粘稠的比例跟磨砂子的关系 假如说你的胶的比例太厚的话 嗯哼 没有比较算是比较中等的那个 嗯怎么说 就是比较太厚的话 嗯 你磨砂子的时候 你磨过的黄土会被砂子给 黏在 黏在砂子上吗 黏在砂子上 哦 哦 就是不够硬就对了啦 就是太黏了 然后你所磨过的地方就是直接黏在砂子上面 好噩哦 然后就磨不平 那不是很像鼻涕吗 那就是你比例没有调整好 比例调的太厚 那就很像鼻涕这样 也不是说鼻涕 因为黄土一定要干 才有办法再打磨 嗯 对 但是打磨变成你太多的颗粒直接黏在砂子上面起不了作用 就等于有点像白做工 那所以现在比较方便是用油漆吗 嗯 其实我们南部都做黄土漆比较多 反而中北部都比较做油漆底 哦 速度比较快 油漆是速度比较快 对 因为它油漆有个厚度 嗯 对 然后所以它如果 比较凹凸不平的地方可以直接用油漆底覆盖过去 对对对 因为油漆它是液体状啦 对 对啊 黄土是粘稠状 那它跟功力有关系吗 功力 应该是说黄土 黄土底跟油漆底会有差别吗 就看起来会有差别 还是有差哦 黄土底它需要的时间制作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黄土底它黄土会比较薄 嗯 然后它需要经过好几次的乳土啊 然后打磨 才有办法完全把毛系统给覆盖住 它搞当个对吧 对对对对 那它呈现的效果会有差别 很多人不太想做黄土底 是哦 直接油漆底比较快 哎我上次去你工作室那边看好像都是黄土底比较多 对黄土底 哦 但是它的成品就是它即使上完漆之后 黄土底跟油漆底其实还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有差异 嗯就看起来 这要看多了才会迟到 是这样吗 应该说每个人想要的需求不一样 有的比较传统的 它就是我就是要做黄土底 嗯 这就是艺术的那个神 那个神行领会这样 嗯 哈哈哈哈 好哦 哎那你们就是除了就是 装佛就是只有雕刻 木头雕刻的神像吗 那如果有尼索的吗 有遇过尼索的吗 有啊 但是尼索制作起来 比较复杂 比较麻烦 哎怎么说 因为尼索它有很多可逆性 与不可逆性的区别 什么是可逆性跟不可逆性 不可逆性就是你没办法抓到说 哎我如果这边修复还是 尼索修复的话 如果遇到土崩 土崩的范围的话 这是属于不可逆性的 是我们不可预测到的东西 对对 对不可 就是不知道会崩到什么程度 对 对 啊可逆性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他说 他的范围会多大 嗯哼 属于可逆性跟不可逆性 哦 哎可是我们刚刚讲那么久 我们其实还是在讲那个皮面对不对 对 那 那对不起装缝跟皮面的差异是 装缝 皮面好了之后才可以装饰 装缝 新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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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雕刻好神尊 然后我们再做其他的部分就是皮面的部分 皮面的部分 就是装饰艺术 嗯 这是之后 装缝完之后 好 哦 所以装缝其实就是披那个土的意思啊 不是 装缝就是雕刻神尊 装缝是雕刻 动刀的雕刻神尊 对 然后皮面就是他的外在 像衣服那种概念 皮肤的概念 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已经装缝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皮面这边也结束了 嗯 那接下来是要讲 七线吗 七线 到七线这个步骤了吗 还是 到七线这个步骤 装缝皮面 然后呢 你讲的现在讲的七线又是 皮面里面的其中一种工艺 嗯 是 是这样吗 对 皮面不是那个就是黄黄的土吗 不是那只是底漆而已 底漆 蛤所以皮面还没结束啦姐 哦 你跟我说外行人 我跟你说我就是外行人 对好来然后呢 然后 底好了之后呢 底好了之后就是看 主家他想要 做七线雕还是粉线雕 或者是 直接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炒灰 炒灰 嗯 炒灰是镯花吗 对 就是直接在木头身上就是直接刻龙缝 但是那个是通常是刻好才在做黄土底 所以 总共有大概三种三种工法 你刚说粉线雕 七线雕 那七线雕跟粉线雕呢 七线雕 七线雕跟粉线雕 其实 就是 差异 其实 其实差不多 但是他的用具什么 不太一样 嗯哼 比如说七线雕 我们现在 是比较科技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机器取代 我们出 我们直接出现的方式 就是 以前是直接用搓板搓你要的大小 但是现在已经有机器可以用挤压出 我们想要的大小 就线条嘛 就是七线的那个线 但我们 我们现在一样会稍微用搓板去搓出 嗯 如果他 机器放出来的线 是整条 是实的嘛 嗯 对 然后我们会做出 粗细不太一样 这会比较灵活灵线 嗯 就是要灵活一点 就是用机器把它 因为七线雕 他其实就是用线 对 他是同一个比例下去 诶 他的线是棉线吗 还是 不是棉线 就是七线图 七线图 就是一种泥土 对 然后他叫七线图 对 然后把它搓圆圆像 棉土那个样子 然后弄长长的 他直接放在机器里面 直接放机器里面 然后把它搓出来 用挤压的方式 挤压的方式 弄一长条 对 然后你再用手去把它搓成 粗细不一样 你要的形状 会比较灵活一点 就是让他的线条感觉 就比较灵活 对 然后呢 那个线要拿来做什么 做装饰艺术 就是比如说 我们现在其实 有些做 跳脱传统的东西 如果不是装佛的话 有些是做在花瓶啊 一些淘气上面 其实都可以做上七线 他就是用线 然后去缠绕一个图腾吗 对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先做一个底 让他更有立体感 所以这是七线的部分 那粉线呢 粉线是比较像我们在挤蛋糕的方式 然后挤出我们所需要的大小 大小其实前面 那粉线的材料是粉线图吗 粉线的材料其实也是要经过比例 有些是直接用黄土下去做 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比例要抓好 没抓好的话 你粉线管拿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滴了整个都市 根本没办法做 所以整个糊掉 所以粉线跟七线的那个材料 原料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七线的材料是你说的那种土 对就是其实是用矿物粉啊 然后有些是用那个利德粉 然后那个矿那个什么 装粉那些下去调制而成的 那粉线期的原料是 粉线的话粉线是用 有些人用披图那些下去做 也是原料也是有那个白胶的成分 然后少少许的水下去搅拌 然后一些粉就是 比较密方的粉下去调制 不能说就对了啦 就比较不会比例抓好的话 他就是不会你现在线放下去的时候 他整个就糊掉 糊掉 但是你现在看OK大小刚好 等一下就整个糊成一团 对 所以其实因为原料不一样 所以两种线条在呈线上 或者是保存上也有他的一些差异 有但是那个七线雕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 其实他就是因为他的工序比较多 然后比较繁杂 然后粉线雕就做起来的话会比较快速 但是那个线条变化就没有像七线雕那么多 对对对对 也没那么立体 有差 有所差异 所以七线他 对不起您是七线粉线他就是比较是平面的概念 但是七线他会比较的 他也是可以做立体 但是他没有七线那么多花样 或者是那么精致 对对对 有我们的那个medium里面有图片 老师会提供图片给我们看粉线跟七线的差异这样子 然后其实要看那个七线跟粉线的区别 其实有时候看神像的时候可以看他的结尾结尾的点 七线是比较多切点 然后粉线的话他是比较多圆点 哦 因为他就是他挤压完之后起来的时候他会有点稍微尖尖圆圆的 但是七线就没有办法做成这样 哦 他结尾不一样 因为七线他是就像您刚刚说他是用挤压的方式 然后就一条一条长长 他本身就是一个线他不是直接像蛋糕这样点上去 对 哇酷耶 好哦那因为老师您是七线雕的专家 那七线雕好我们刚刚假设一个一座神像神尊就是我们 就是皮面好了之后然后七线也好了之后 七线的装饰也好了之后 哎那七线他其实是用在神像的哪里上面 衣饰就是木头身上 木头完之后坐在上面 嗯嗯 身上身上的图案 嗯嗯 然后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神医脱起来里面还有一件衣服 就是木头本身 哦对啊 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一般我们都想说就是 哎可是一般想说就是他们就是外面那一层是刺绣的衣服 然后脱下来之后里面怎么会有衣服 对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想说里面是赤裸的 原来神像衣服里面脱起来的时候里面 神医脱起来的时候里面还有另外一件衣服 就有做装饰工艺 因为很多人说我都去庙里拜拜 但是我都看到的都是那个神像 外面有穿衣服了 不知道你原来里面脱起来里面还有那么多工艺存在 哦对 哎可是他是不是有分暖身跟硬身 哦你说的那是什么冷心 冷心干什么 冷心就是没有穿衣服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还有分座啊 还有脸座 脸座跟脸座是什么 分座就是神尊跟椅子是分开的 分开做的 是然后脸座就是椅子跟神尊是一起 同一块木头一起做起来的 没有办法分开的 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吗 有啊有差别啊 这样神仙的力量会不一样吗 比如说他就都坐着跟椅子黏在一起 那他如果要去就是出神救人的时候 他不是就要连着椅子出去吗 那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跟那个没有关系 就像分座的话我可以椅子我要坐比较精致啊 还是另外请师傅在打坐 嗯 做其他不同的样式的话 嗯 来搭配 有些觉得神尊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大尊 然后比较有气派 啊 比较威武 然后早期好像比较多连 比较多那个连座的 对 对 现在我看好像很多就是神尊 他是分开做 然后他椅子就是找另外一些老师来做 对对这样子 哦 那那你的气线就是 你有穿衣服的就是 大部分就坐在连座的佛 佛的身上 都有都有都有 对 尼索也都有 尼索也都有 哇听起来很酷欸 所以他那个雕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或者是他气会不会有毒啊 或危险之类的 其实气哪一种气没有毒呢 哈哈哈哈 都有毒啊 都有毒啊 对 然后气线人家会说 嗯气线跟粉线 哪一种比较耐 嗯 那气线好像比较脆弱 我说这种精致的东西 如果你要初用 每一种都都会坏 对 就算初用 对 就算初用也是会坏啊 对啊 可是你那个精致的东西 他要怎么用 他不是又供在神台上 他怎么会坏掉 有些人会很好奇 会一直去戳他 神仙怎么可以一直戳他啊 会去摸 他会好奇说 哦这个线条的那个感觉是怎样 会一直去摸 然后反而 他原本按金好了 然后那些按金都被戳掉了 哦 好哦 所以七线上完之后 譬如说 那个神尊上面衣服弄完七线雕 做完之后 诶 但是您刚刚是说 它可以缠绕 可以立体 可是问题是七线雕 它是七线加上雕 雕是雕刻的意思 对 所以你的雕是用什么方式雕 我们会在雕塑形体 那个属于是雕的部分 嗯哼 雕塑形体是属于雕的部分 就是线条缠绕上面 上去之后 可是我们那个七线的里面 会再雕一个图案 嗯哼 然后再上七线 嗯哼 对 然后所以它就会有用到雕的这个字眼 哦 是哦 好哦 老师那您刚刚讲到 一直讲银金嘛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直讲 纱灰七线雕跟粉线雕 那银金银金大概是什么时候 要做这一个步骤呢 就是你七线雕或粉线雕做完的时候 再打一层保护漆 之后晚才能再上银金胶 对啊银金胶上完 要等待数个小时之后才有办法再做银金 是哦 对 所以它是先上银金胶 然后再银金 对 然后你要去抓好那个时间 不然有时候你如果时间没抓好 你连凌晨你也不能休息 你要在那边上 在那边按贴金布 是哦 为什么 那因为你如果时间没有算好的话 可能太久它就干掉了你就要再重上 对 所以它银金胶还有分时间有几个小时 可是你一样要经过你的经验 嗯哼 比如说我们天气热 夏天跟冬天 或者是下雨跟没下雨 它的时速其实都会有所改变 你要经过你的经验去觉得说 哎我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干 那不是说一本菜 跟你说什么时候做什么步骤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太死了 那有时候安静起来 那个金箔不够亮就是 对 金箔不够亮不是因为那个金箔的成分的问题吗 也会影响到你金箔胶也会影响到你贴金箔的亮度 然后再来就是你金箔的系数 金箔的系数是什么意思 系数就是成分的 含金量这样 含金量的高低 哦 所以贴在立体上跟贴在那个平面 就是彩绘的银金的那个步骤都不一样 其实不太一样 对啊 彩绘的银金是用那个酒精 弄弄把它打起来 对啊 不需要等 可是听起来就是立体的那个银金就会比较复杂 复杂度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金箔没有上好 有时候又会产生皱褶什么很多问题 然后又会暗情失败 好烦喔 暗情失败都是钱欸 对对对 因为现在黄金又特别的贵 所以它上面我们如果看到金光闪闪的那个金箔 它其实真的都是 都是财力的一个象征 有些是 算是比较 就是成分比较没那么好的话就是 颜色会不太一样 对对对 有些成分就是 有差 就是如果黄金比例有差的话 有些神尊或者是有些银金上去 它就会看起来稍微淘淘淘 对吧 就不会亮 就 有些是不太会亮 有些是成分的关系 对对对 就胶没有上好也有差 所以其实总结来说还是那个就是工艺师的功力 对 都是一个经验 都是一个经验 对 好喔 那就是银金之后呢 您刚刚有有几个步骤吗 像我们一开始就是神像的木头 然后那个 那个 你讲你讲 那个步骤你讲 那个神像的木头做钓科完 然后还要粗胚 吸收 然后再来 打黄土漆或者是油性底漆 嗯哼 再来就是我们做的那个 漆线雕或者是粉线雕工艺 嗯哼 应该是说粉线工艺 嗯哼 那个没有雕 嗯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 再上一层保护漆 嗯哼 再来上银金胶 嗯哼 然后来 贴金箔 然后再来彩绘 喔好 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重头戏就是彩绘 对不对 对 彩绘也是您吗 对彩绘也是我 彩绘的一环 对 彩绘其中一种 那彩绘它是彩哪里啊 你都按金上去 是按完金再彩绘啊 对按完金再彩绘 呵呵 那彩绘是彩绘什么 彩绘脸吗 身体 脸 需要颜色的 脸又算是粉面 等我一下 粉面 等一下 先一个一个来 太多步骤了 OMG 先就是彩绘的意思就是 看它哪边需要颜色 就帮它把它颜色塗上去 对然后神像还有分 嗯 要全彩绘 全彩 半彩 还是我们就是正常的局部彩绘 而且还分好几种 哦真的哦 全彩 对好 那我们先讲 您刚刚讲最后那个什么 装饰彩 全彩啊半彩 跟什么 半彩 然后还有就是正常我们局部的彩绘 什么是局部彩绘 不是一般彩绘就是你要 局部就是衣室里面的彩绘 然后群体啊那些 衣室里面那些彩绘 那些彩绘 算是比较有局部性的彩绘 正常是这样做 然后通常如果全彩的话 价格会比你 一般彩绘 还要价格还好高 因为时间 大概一两倍 但是全彩它 全彩它一样要安定 或者是一样要期限吗 对啊有些 其实都要看主价的条件 就是要求 就是期限雕完 期限雕完之后还要彩绘 还要全彩哦 全彩的话有些是 但是我只要彩绒 或者我只要彩衣服 但是绕过绒的部分 那其实非常后功 要上好几次 哦 听起来就真的很搞刚耶 因为分好几种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东西 都是那个神的脖子 以下的这些衣服 其实它的脸 或者是它的发型 都还没有讲到 对 那它的脸呢 它的脸也是彩绘吗 还是开脸 脸像我们在讲就是昏迷 或是粉脸 就是我们 有些是用喷的 用喷枪喷 有些是直接用笔霜 其实两种的差异也不太一样 感觉起来 有有有差 对 你说用喷的就是 不对啊 它喷完之后 它还是要像画门绳这样开脸 所以已经那个是已经雕刻的时候 就已经开脸好了 哦 所以 以神像立体的神像来说的话 它的开脸的意思是指雕刻 不是像门绳这样开脸 是用彩绘去开脸 你说的那是彩绘的部分 就是算 我们已经雕刻完了 那算是画脸 那画脸那不是开脸 对对对 开脸是我们直接用木头雕刻的时候 那个叫做开脸 嗯 嗯 就是它已经把它的 然后抓它的眉中 然后鼻子的部分 然后眼笔的位置 嗯哼 但是我觉得其实 就算木头雕刻完开脸之后 你彩绘那个脸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对对 画就是画的功力 对 画的功力 诶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笑呢 那个味道都会不太一样 对那 对那 那那就开脸你也开吗 就画脸你也画吗 对对对 哦 就是慢慢从经验中学习 做酒其实就会越来越顺越好 是齁 好 熟能生巧 是 诶原来七线雕里面 我们看那样小小的 它其实还有蛮大的学问 诶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小明老师 跟我们讲就是什么 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七线雕 那呢下一个礼拜呢 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要来请老师跟我们讲 庄佛的故事 也就是说在 可是这样讲它已经不是庄佛 它算是皮面了 庄佛里面的一环 哦好 庄佛里面的一环 就是庄佛会有哪些故事 然后还有就是 呃什么时候该庄佛 因为我们知道神像 其实有时候要入神或者是 对不对 有时候要入神 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步骤 那庄佛到底是在哪一个步骤 呃进去使 进去就是帮神像装饰 还有就是 庄佛的时候有哪些禁忌 还有他的庄佛的时候 有哪一些神奇的故事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谢谢小明老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你们还喜欢吗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却迟迟不知道 从哪边了解起的文化 或跨文化相关主题 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 或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邀请 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 来节目和我们分享 他们精彩的故事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谢您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节目后制 张永乔 行政执行陈威如 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对于本节目的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将以一个月 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 文化相关的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工作中 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聆听节目的你 不吝息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 频道上见 拜拜